欢迎收看GoldMarkets盘后解析 Gold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三 我是Eric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澳洲股市的表现 今天澳洲股指创了100日新高 目前收涨在了6770点 上涨了0.41% 今天澳股领涨了是PNV 在数次领跌之后 PoloNovo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这家公司我们已经聊到很多次了 今天的回调力度还是挺大的 上涨了7.258% 收盘价在2块6毛6 而我们的老朋友Afterpay 今天则排在了上涨排行榜第三的位置 上涨了5.53% 最终收盘价在141.45 突破了此前136的一个目标价 今天跌幅最大的是NP1 下跌了5.617% 收在了12.1的价位 除了澳洲股市之外 美国三大股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看来拜登上台前的市场情绪 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 今天黄金和白银的走势也是不错的 黄金有大约10个点左右的上涨 目前价格在1849上下震荡 而白银则从24.1的位置爬升到了25.4左右的位置 相应的今天的美元则有小弧下跌 彭博美元指数来到了90.35的位置 相较前值下跌了0.15% 澳美货币对目前的价格在0.772左右的位置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即将公布 比如英国 欧元区和加拿大的CPI都即将公布 而我们澳洲 明天中午 有几个重要的数据即将公布 比如英国 欧元区和加拿大的CPI都即将公布 而我们澳洲 明天中午也会公布12月就业人口 以及失业率的数据 公司方面 Netflix 联合健康 以及Morgan Stanley 都即将发布年报 此外 高盛也会给未来的原油需求做出了预测 他们认为2021和2022的WTI原油价格 分别是58.5美元一桶和62美元一桶 最后是一个小八卦 拜登即将上位 川粉会不会冲击白宫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